剛剛講的是 現在在拜登的心目中裡面 他居然 我不會放過普丁 而且他講說 普丁沒有資格再繼續掌握權力 他這句話他不收回 看起來兩個的對決 一時間不會散了 可是 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出一個 國安優先事項裡面 居然怎麼說 中國 才是美國的首要挑戰 而且他講 在5G AI上面 絕對不能淪為第二名 沒錯 實際上這個最近期的時候 美國的國防部呢 提交這個國會 國安優先事項的名單 那事實上這個 這個所謂順序出來的時候 大家看了有一點撒住 第一個你仔細來看 他們提交了 國防優先事項是 第一個保衛祖國 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 這個多區域的威脅 第二個 震懾對美國盟國 還有合作夥伴的戰略攻擊 那講的當然是中國嘛 在二字侵略 必要時準備在衝突中舉送 優先考慮中國 在印太地區的挑戰 然後是俄羅斯 在歐洲的這個挑戰 然後再來建立有彈性的 這個聯合部隊 和防禦生態系統 所以他講的四個優先事項裡面 其實有三個 全部都跟中國有關 而且你要建立彈性的聯合部隊 跟防禦生態系統 也是針對中國 對 所以你就知道嗎 他把它視為重要的挑戰 同時也是美國最重要的 戰略競爭對手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 為了要保持這個威脅 必要時候準備在各項衝突 獲得成功 要建立有彈性的聯合部隊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呢 美國已經說穿了 他就把中國定義是 最重要的敵人 所以他現在拜登雖然嘴巴 是對著這個普丁 但是事實上他也知道嘛 因為現在普丁跟習近平 就連在一起 我打普丁就是打習近平的 這個意思 所以最後的目標 還是中國這個國家 好 我們跟他講的 現在美國建軍備戰 現在很清楚 以中國為首要的敵人 對 而現在 大家雖然把眼光 放在了烏克蘭 可是東亞已經出現了一個 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我們跟他講 在韓國改朝漢代之後 影席院已經非常清楚地 倒向美國這邊 甚至之前比較親中的文在 現在感覺上 他已經要面臨清算 另外一個是 我們大家無法想像是 菲律賓 對 菲律賓度在地之前也是親中 可是他現在嘴巴講的 他嘴巴講的一會是 他私底下已經恢復了 美飛的聯合軍業 而且是最大規模的演習 沒錯 我們現在講韓國 韓國影席院上來之後 最近一個韓國的參謀本部說 我們這個美國 日本 還有南韓三個國家 要在30號在夏威夷 這個參謀長 夏威夷要談判 談判討論所謂 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安全跟穩定 所以你看 以前這個文在寅不想參加 有日本參加 對 所以我跟你講 這一次他們三個國家 要聯合來這個進行 討論朝鮮半島跟東北亞 所以你看 影席院某種程度來說 他因為可能對日本 有拋出某種程度的這個橄欖枝 那除了這個之外 日本也拋出橄欖枝 因為雙方都想要這個和緩關係 因為美國希望美日 日韓之間能夠和緩關係 另外當然是 日本有成立所謂電戰部隊 你說除了這個韓國跟日本之外 新加坡 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要去美國訪問 他要討論所謂的印太的這個局勢 好 那實際上 李顯龍要去訪美 新加坡在國軍 仇台印太局勢 但過程一段時間 也是比較屬於兩面的 這樣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是菲律賓 菲律賓因為杜特地要下台 那這個 他們最近期 美國跟菲律賓在進行一個之後 肩並肩的演習 那這個演習是空前規模的巨大 好 那除了這些周邊的演習之後 美國現在已經把這個 時程都訂出來了 今年的這個團太平洋演習 在7月要登場 這個7月登場之後有27個國家 他說目前邀請27個國家 有41艘的這個艦艇 還有4艘的潛艇 還有170多架的這個飛機 還有25000名要參加這個演習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這擺明了就是針對什麼 中國而來 所以你看 在裡面沒有中國 所有的軍事行動 當然是針對中國這個國家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現在講尹錫悅 尹錫悅來說的話 他在這個上台之前 他準備要派這個相關 他就說 韓美政策協調代表團 也就是說 他這些人呢 要去美國呢 跟美國拜登政府 就所謂的 韓國跟美國關係 就廣泛的交換意見 那當然意思是什麼 可能會推翻過去一段時間 文在寅所主張的任何的東西 他可能都有 一翻天覆地的這個變化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什麼 因為其實呢 美國現在正在籌組一個 叫做四方...四國聯盟 他要把美國跟日本 韓國還有台灣 組成一個叫做 半導體的產業聯盟 韓國媒體就說 我們在中國市場很大 但是呢 我們必須要加入這個 這個共同地 因為如果不加入的話 美國絕對能夠有能力制裁你 所以現在整個... 所以說如果加入這個 Trip4的這個聯盟 日本 韓國 台灣 美國 就代表 我要遠離中國嗎 沒辦法 美國一定是這樣要求你 所以你知道嗎 事實上現在美... 現在韓國 他們民間有一些 這個反對聲浪 因為畢竟呢 中國市場對他們來說太大 可是你知道他們就說 我們不得不加入美國這一邊 所以你看 現在韓國已經開始出現了 可能會轉向了一個 這個可能性 因為之前你再強調是 美國一定要做一個圍堵 任何半導體 不可以有一個缺口 流到了中國 這個也是韓國是唯一 中國的救命所 現在換了影席月 現在的拜登政府 真的要把這個缺口給堵住嗎 看來這個影席月 可能是真的要這樣做 那除了這個之外 美國跟菲律賓 他們這近期 3月28號到4月8號要軍演 他們要肩並肩的軍演 這個軍演要軍演12天 12天裡面來說你看 他們一共出動這個9000名的官兵 美國有這個5100名左右 那另外他們項目涵蓋什麼 兩棲作戰 實彈演習 城鎮戰 航空戰 反恐 人道救援救災等等 他出動非常多 包括海馬式系統也出動 包括美國特種部隊的這個 AC130的這個幽靈騎士 你看包括說你看 旋翼中隊出動 魚鷹直升機出動 然後西這個加油機出動 然後這個所謂的C17 C130的運輸機 甚至美軍的這個遠征基地的 這個艦號 機師號他也來了 遠征基地艦也來了 甚至連什麼 連林肯號 林肯號原本在這個最近 巡弋之後 他也準備要到馬尼納 這根本就是 美日軍演的規模 所以你知道他把菲律賓 已經提升了一個規格 而且菲律賓也樂意 為什麼 因為最近菲律賓跟中國 因為南海的問題 雙方有一些口角產生 所以你都知道現在整個風 已經完全轉變 另外一個美軍 除了今年七月 在這個環太平洋 要軍演之外 他們最近把這個 極音速超音速的飛彈 相關的發射基地 已經把它放到關島來了 雖然說他們的 這個超音速飛彈的 相關的這個參數 外界不得知 但是這個所謂發射系統 已經放到這邊來 意思是什麼 未來這種極音速飛彈 會佈置在關島 那佈置在關島 面對誰 當然是中國 所以你知道 現在整個美國的這個國防 甚至他們的 這個所謂的戰略思考 完全是以中國為一個目標 好 瑞德 剛剛講的是 雖然現在這個戰爭 在烏克蘭的這個土地上面 可是美國的佈局 卻在整個西太平洋裡面 對中國步步進逼嗎 而且讓我最驚訝的是 本來菲律賓 本來杜特帝 他在那邊頭髮閃閃 在那邊開始 在那邊斬斥 結果他現在也沒有辦法斬斥了嗎 他也必須要跟美國靠攏了嗎 最主要的原因是 為什麼現在杜特帝呢 在這一次的肩並肩的這個軍演 也就現在在菲律賓旅頌島的海面上 跟美軍所進行九千多個人 菲律賓的這個軍隊 跟這個美國的軍隊的軍演裡面呢 為什麼杜特帝特別強調 如果萬一發生什麼事 他指的是按下什麼盒子按鈕的話 那麼菲律賓一定會捲入 中國的戰爭裡面 為什麼 因為南海沒幫你刷嗎 我覺得那麼杜特帝在 大家知道菲律賓的五月的時候 即將選出新總統嗎 對 杜特帝即將下台 那即將下台的情況之下呢 他必須留一個歷史定位 那麼過去你知道 杜特帝當這個總統了以後 一直不是親中嗎 往中國的方向傾斜嗎 中國本來答應給他的 三百多億的這個所謂的資源 沒有到位啊 你知道沒有到位 都講幾年了 對 沒有到位 沒有到位以後 讓杜特帝非常生氣 非常不滿 為什麼呢 他為了跟中國站在一起 不是有很長的時間裡面呢 甚至於拒絕跟美國 進行相關的這個軍演活動嘛 然後呢 還有把一些 等於說港口幹什麼 也不歡迎美軍繼續使用等等嘛 這次煎兵艦為什麼引起注意事 已經很久沒有辦了 你這次不但重新辦煎兵艦 而且你的規模比以前更大 剛剛講到的 你的規格根本就是一個 美日軍演的規格 對 而且呢 事實上這次參加這個煎兵艦的 相關的美軍那個艦艇裡面呢 杜威浩剛剛在南海呢 還故意那麼直接發射了 標2跟標3的防空飛彈嘛 就擺明了南海 請問是現在是誰的地盤 中國的地盤嘛 他搞了三個幾乎人造島礁呢 上面有防空飛彈啊 那個戰鬥機的這個等於說起降啊 還有各式各樣的銀色 都非常的完整嘛 所以美國故意選在南海發射 那麼標2跟標3飛彈嘛 那馬上就跟這個菲律賓 在這個地方軍演 瀕臨成效已經告訴你很明顯了嘛 那為什麼菲律賓要跟他們的 這個等於要站在一起 因為很簡單 因為如果不跟你站在一起的話 我的變成了那麼老共的這個 等於說小孩 而且我打不到本 得不到本來你要給我的東西嘛 欸各位不要以為說只有這個 等於說老共呢 要打這個菲律賓的主義 日本也曾經把相關的這個相關的艦艇 捐給這個等於說菲律賓啊 所以呢菲律賓尤其是杜特地 他突然間驚覺 如果我繼續跟老共站在一起 去排斥美軍的話 最後我在整個南海的佈局 全部都完蛋 為什麼 我覺得老共也是勤盟打吼啦 那麼他連續兩次 那麼在這個南海的這個等於說 相關的這個 這個地盤的爭奪戰裡面呢 給杜特地支援 很簡單 就是這樣 雖然在爭奪了這個南海的島礁 讓杜特地深深覺得 如果我就這樣下台 那我的歷史定位就變成一個 我好像是 那麼等於說 像這個中共下跪的一個總統嘛 所以他選擇了這樣 他在下台前選擇了這樣做 那麼事實上呢 也不是只有菲律賓改變而已啊 南韓也改變啊 南韓的這個李其樂 他已經改變了嘛 改變他的想法 他雖然習近平有打電話 跟他那個講話 但我相信 那麼大致上面的整個這個 整體的這個等於說戰略 已經改變了 要不然我問你嘛 為什麼 那麼南韓日本跟美國的參謀長 即將在夏威夷即將進行的 相關的這個會面嘛 也就是說 整個第一島鏈 那麼過去是從韓國 日本 沖繩 台灣 菲律賓整個連在一起 曾經一度 在最北邊的南韓傾向中共 然後最南邊的菲律賓也傾向中共 使這個第一島鏈呢 那麼他的北跟南出現破口 結果沒想到 那麼經過了這些年了以後呢 重新把這個第一島鏈重新建立以後 要先鎖得更緊 今天其實很多人看到了 烏克蘭這個戰爭 都有心裡的一個投射 而且我覺得今天最妙的是說 原來烏克蘭也有統派 烏克蘭本來統派是完全心向俄羅斯 結果這一次的戰爭 跟俄羅斯打得最兇 打得你死我活 打得肩不退兵的 竟然是烏克蘭的統派 因為烏克蘭覺得 我都講俄羅斯語 我跟你關係這麼好 你拿炮火跟我這樣子對打 我就跟你魚死亡破了 俄羅斯最大誤判就是 他們以為這些統派會洗淫王思嘛 就會變強烈抵抗 這完全不同的狀況嘛 譬如說馬力波 譬如說哈爾克夫 甚至是頓馬斯基 但是全部都講俄羅斯語 而且那邊也選出很多 親俄的國會議員喔 可是抱歉 親俄的國會議員 親俄的國會議員 可是你看這是打得最兇的馬力波 哈爾克夫 頓巴斯 現在都沒有完全被俄羅斯拿下來 你都知道 說那些都是講俄語的 以前都是新向俄羅斯的 而且我最驚訝的是 打得最兇的馬力波 也是這個樣子 對啊 同文同種嘛 到那個過去統派 然後他們叫同文同種 講得都一樣 而且他們真的喔 親俄議員是真的真的是 很多很多的 結果抱歉現在都反抗 有一個小鎮非常非常明顯 它叫沃茲涅仙斯克 這個小鎮位於尼格拉耶夫 北方九十公里 很小小鎮 然後人口數只有三分多公里 結果我先講請問 你知道打到後來打到什麼程度 這個小鎮有個六十六歲的老先生 他以前是蘇聯軍隊的退休官兵 他現在拿起他的獵槍 然後直接跟俄羅斯士兵對著幹嘛 就這個 對啊 這個六十六歲的當地的民眾 居然持槍上陣 直干戈以為設計 對 你看這個正式訪問 是真的有這個人嗎 他是六十六歲 他以前是蘇聯軍隊的 退役掃雷艇的軍人喔 欸 原本根本沒有陣到他 原本他出來打仗的時候 當地的市長說 你回去啦 不要老先生買買買買 他說不行 我要保護我的國家 拿起他的獵槍 就跟俄羅斯士兵拚了 所以俄羅斯在這邊 遇到史無前例的抵抗 太嫌當過俄羅斯的兵 幫俄羅斯服役過 現在居然拿槍跟俄羅斯對幹 對啊 你知道嗎 3月2號跟3月3號 就是這個戰爭剛開始打的時候 俄羅斯就派一整個戰鬥營 去打這個小鎮 為什麼 因為這小鎮有戰略地位 往北接這個核電廠 扎波羅勒核電廠 往南接奧德薩 所以對俄羅斯來說 史拿揪揪 而且裡面都講俄語 自己人 蘇聯軍隊在這邊 結果保全克 在裡面原本那個市長 帶大家來抵抗 市長也不是什麼真的 以前是地產商 大商人 日子過得不錯 結果搖碎片變指揮官 然後這地產商就 就就就就就大家 開始炸橋 然後挖河岸 然後鋪石頭 為什麼 因為炸橋他就叫做 我把所有橋都炸了 然後我只留一條橋 讓俄羅斯隊經過 那俄羅斯經過的話 那我是不是所有士兵都在 對 都伏擊好了嘛 然後呢我還擔心俄羅斯經過這條橋都亂跑對不對 馬路旁邊他去找那個當地的那種礦石商 用石頭把路全部圍滿 所以說俄羅斯只能這樣子走 然後呢 河岸這邊也把鑿穿 然後河也流嘛 反正他就在你射電路上走 然後呢 烏克蘭的炮兵就在這邊stand by 然後呢就把俄羅斯擊垮 然後呢在這裡面很多小鎮的居民 其實坦白說也不能上戰場嘛 你也沒那麼多武器嘛對不對 可是市長跟他講說沒關係你把手機拿出來 我們這麼個軟體 你回報所謂的那個那個 你未來現在的位置在哪裡之後呢 我們直接泡兵遠程幫你攻擊打這東西 所以一般老百姓當這個所謂的觀察官 對變觀察官喔 所以喔我先跟他講 3月2號跟3月3號 俄羅斯整個營全掛在這個小鎮全面 你看他們在那邊還弄這個所謂的大的輪胎 做防禦公式 總共有30輛坦克跟裝上車還有一輛的直升機 在這邊喔 全面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說這條戰爭 其實沒有那麼好打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用槍砲然後大砲 然後這些東西去打這些所謂的烏克蘭人的時候 烏克蘭人才不管你我跟你同種 我也不管我的祖國在哪裡 反正拿幾箱就跟你幹了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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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抦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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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